謝謝Sophie 原本 原本我只是打算做 剛剛的工作而已 也不太需要再多講什麼 因為這一次 由吳沙老師來講 香港 香港跟台灣 有非常 非常獨特 非常緊密的關係 但是我們 卻對他往往 好像有隔了一種東西 然後對他們認識足足 我差不多是在 七、八年前的時候 開始跟我最要好的 一個朋友 在這裡交出了香港人 他已經變台灣人了 陳大利恩 陶老師 然後我就一直問他 是不是時候到了 我們得比如說有一門課 我們可以教香港 香港研究、香港學什麼什麼 等等這些 那個時候才發現 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基本上我們台灣這邊 幾乎沒有做任何的 香港的研究 但也開不起 這樣子課起來 但是呢 我們卻在過去幾年的時間 從太陽花運動 到他們的女生運動 我們兩邊的關係 互相學習 然後也互相在 理解對方 同時也 在對方的運動當中 看到了自己的某一些處境 那 這樣子一個非常緊密的一個連結 可是我們卻 往往我們會忽略掉它 那當然它反映了我們長期 很長的時間 我們從 國民黨的黨國教育時期 一直到 民主化之後 簡言之後 我們幾乎把世界想像成 大概就是中國跟美國 中國就是美國 一直到現在為止 我們還是很習慣 就是只看這樣的國家怎樣 但是呢 我們卻沒有看到 跟我們比較類似的 相似的國家 命運比較雷同的 或者是 我們可能得 共同要去捍衛 我們原本擁有的價值 香港沒有真正的民主國 但他們有很好的法治 他們也沒有政治 他們一直以來只有管理 因為他們過去是在一個殖民的 應該算是在英國殖民的政權底下 所以呢 他們本來也沒有所謂的 那種民主體制 特別是如果你把民主理解為 是一群人的集體做主 OK 那當然香港做一個殖民地 他們也有 但他們有非常非常好的法治 那香港的問題也特別的凸顯出來一件事情 過去他們原本很想要捍衛 他們知道他們還沒有民主 因為還沒有補選 他們也沒有高度的支持 這些都還不存在 但是他們想要先守衛住的是 過去曾擁有的法治 那法治一直以來是民主最核心 最核心的一個價值 或者是這個民主制度當中的最關鍵的一環 我們當今所理解的民主呢 我就從這裡開始 我們當今所理解的民主大概只有三種 大致上現在的民主 我們會稱可能有叫做九種或十種的民主理論 但是基本上是從三個 三個民主政體演變過來的 那一個是古希臘 古希臘的城邦的民主 其實就是集體做主不讓外人管理 那民主的核心其實是 每一個人自由跟平等的參政 來決定我們共同的事務 可是因為做一個城邦 他們相對的危險 所以民主很重要的一環 或很重要的外敵 其實應該說他們的敵人 想像的敵人其實是外人 如果城邦被滅 當然他們就什麼都沒了 所以那個時候的民主很重要的是 我們集體共同決定我們的命運 我們的公共的事務 這個是政治那也是民主 也就是城邦共同的事務 但是我們現在如何理解的是 主要是英國代議制下來的這一套的 所謂的間接民主 這個體制它的核心其實是法制 是不是人民由人民來自喜自主的決定 整個國家的公共事務 這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政府它必須要被綁手綁腳某種程度 政府的手不能夠過度的伸 伸進去人民的手 所以這是一個透過把政府權力分開 同時又縮線它來防衛 不讓政府的手入侵到人民的日常生活當中的一種體制 所以法制是它的核心 然後另外一邊那就是剛剛我說那個是洛克 就已經完成這整個民主的理論了 憲政體制然後以法制為核心 但是法國的盧梭認為這樣子的一個制度 基本上就還活在一個努力的體制底下 因為如果人民自己沒有參與立法的過程 那意味著你的法是由別人來幫你制定的 那你就是一個沒有獨立自主的可能性 也就是說唯有自己能夠替自己立法 或者是守自己願意或曾經參與過立法過程的那一條法律 只有這樣你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人 那盧梭的這一棒的民主 它就變成是走向直接民主 那當然就會通往某種程度的立憲、公投、直接民主、參與式民主 以及甚至某種程度的我們現在所理解的神義民主 基本上都從這樣子的角度開出來 那所以我們現在所理解的所有的民主理論 基本上就是我們說的那三種 那香港正在追求的是哪一種 他們陷入參考 那他們到底要自治還是要法治還是要參政權 或者是內外要某種程度的分清楚 上面的中國的政權跟他們香港某種程度的差異性 要確保香港人的利益或香港人的過去的價值為優先 那這套體制正在崩潰當中 崩潰當中 那我們台灣某種程度 我們反而是正在建立當中 可是我們過去有非常非常好的一種走過這一個過程的經驗 那文章老師這一本書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點 其實就是我覺得它重要的地方是在於 它提醒或者是點醒了 關心這兩邊的兩個島的事務的人 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我們是怎麼慢慢的走出威權體制 或者我們怎麼慢慢走出黨國教育體制 那這個黨國體制其實還留在台灣很多的地方 但我們先不管這一個 可是這個黨國體制有可能在香港正在被重新建立起來 那文章老師的一個觀點或他提出的一些 就是可以讓我們去深思的地方 其實反而是他隱約的看到了 某種程度上曾經在台灣發生過的那一套體制 會在那邊重演 而我們正在做或正在關心的 如何真正走出那個體制 以及告別那個體制的各種的儀序 在思想上、觀念上 對政治的理解等等的好多方面 那我們都還沒有真正的告別那個體制 然後做好轉型爭議的工作 但是相當有可能正要走我們 曾經走過的那一條非常坎坷的路 所以文山老師長期在做轉型爭議 也特別是有關女性 女性在轉型爭議的過程當中的體位 那他剛好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視條 可以提供我們去思考 是我們怎麼走出來的 而且還沒有走完 但是香港好像正要住進去 而我們能夠提供什麼樣的經驗給他們 但他們過去的那個法治 原本有的東西 也是我們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的 所以我們兩邊是某種交會的這樣的感覺 但這當中總有很多很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地方 那文山老師這本書就是 他寫了一本書 因為在那邊帶了一年的時間 然後他當客座的時間 所以他們很多非常細心的一些觀察 那有他台灣人的角度 有他身為一個台灣人看到香港的類似的命運的這個角度 可是也有一個內外也分得清楚的一個隱約可以知道的 因為文山老師知道那是香港人的事 所以你也不能夠過急幫他們想太多 但是在這樣的一個關心他們 然後也可以分享的這樣的一個處境當中 他寫了很多篇蠻值得我們去深思的這類文章 然後說起這樣這樣的一本書當中 我就覺得說這是他們值得我們 就是如果真正想進一步了解香港的話 那其實我們是可以來閱讀的一本書 所以我也很樂意推薦這樣的一本書 那OK 我就先講到這一邊 然後我們就是讓主角說話 OK 好 好 謝謝 謝謝大家今天就是 是 喂 那個謝謝大家今天 在這種保持社交距離的 那個疫情緊張的時候還能夠來到哲學星起舞 那我就是非常感謝大家 那今天其實是在基督教的受難慾 就是通常我們會說這是聖灰心起舞 那就是在基督教的傳統裡面 然後隔三天之後復活的 那所以在這一天裡頭我們開始回想過去 香港發生的事情我覺得是蠻有意義的 那我想我會先稍微談一下自己是怎麼樣子開始關切香港的議題 那用什麼角度去切入 那然後再稍微談一下 香港的基督教會怎麼樣子介入在這其中 然後從一個性別的觀點來看 就是事情已經發生一年多以後 從一個性別的觀點來看 我們說不定可以看出一些新的東西 那最後我才會稍微提到這本書的名稱是山下的反抗受詐 這樣可以嗎 好 那個我不宣稱我自己有讀到的唯一正確的香港觀點在寫這本書 我想我的台灣人身分是非常明確的 那但是我非常喜歡這本書裡面有一張照片 那是聖誕節的時候在上榜的時候拍的 那是就是反送中的手服送給那個龍門兵士的兵店的聖誕節的賀卡 那那天晚上我在在那個地方拍那張賀卡的時候 我就發現那張賀卡我所拍的有三個影 本來一張賀卡你拍它那時候只能有一個影 對嗎 但是因為光從不同的角度射進來 所以原則上你就會在那張賀卡上面看到賀卡原本的圖案 賀卡背後寫的字 還有就是站在賀卡前面拿著相機在拍這張賀卡的影約的人影 那通常這是一種很特殊的印刷技巧 我們通常認為這是一個失敗的印刷 就是如果你看到你看書的時候發現這個書背面的字透到前面來的時候 我們通常認為這是一個失敗的印刷 但是我為我自己拍的張照片非常的著名 就是我覺得那種重複顯影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我怎麼看待香港這件事情 就是反送中這段時間裡面的一個角度 如果我是一個台灣人然後我寫香港 然後宣稱我寫的香港比香港人寫的香港還是正確的香港 我就是我就是僭越 我就是狂妄 所以我重新嘗試說這是一個唯一正確的看待香港的角度 但是如果我認為我自己去參與或者是反思上小的反送中運動毫無貢獻 只不過是一個就是一個人很急切的把他自己想到或看到的事情顯出來 那也就連損了我期望透過這本書可以達到的目的 我期望透過這本書可以讓更多的台灣人可以了解香港 那所以雖然我的這個書只是一個人的觀察 但我期望他的這個他所奉獻出來的結果 是拋磚一定有更多的人能夠透過這本書去觀察香港 好 那所以是一個反送中事件 但是他其實透過一種點影的效果呈現出來 好 那所以我們稍微回顧一下香港的反送中的運動 他其實是 他其實是源自於一個女人的不幸事事 一失兩命 就是陳同佳在2018年的2月就是殺害了他的女友潘小穎 那這件事基本上就可以獨立成為一個故事了 因為潘小穎在跟著陳同佳來台灣旅遊的時候 他覺得這是他這輩子過得最浪漫的情人節 那然後結果就是以一失兩命收場 然後而且那個被殺害的原因還是最老套的一種 就是男的認為他的女朋友或者是妻子是萬遇 他不需要去證明他 他只要能夠懷疑就可以了 好 那這是非常悲慘的故事 然後長達了一整年都沒有獲得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因為陳同佳逃回了香港 然後在香港他用潘小穎的信用卡去刷卡 所以他被這個以竊盜這樣子的這種罪名 被抓起來 然後受審 可是比竊盜跟侵占更嚴重的事情是他殺了這個人 他殺了這個人 卻一直都沒有辦法獲得某一種的司法的審判 所以潘小穎的媽媽或他的親人 憤憤不平這件事情是可以理解的 那他其實就是在2019年的2月的時候 他覺得他要為他的女兒討公道 所以他就是召開了一個記者會 是跟建制派的立法委員一起召開記者會 然後他說他要修法 那隔天 我覺得這好像是套好招的 隔天 就是你一開這邊一開記者會 所以那邊就隔天立刻就回應說 好 我們決定要修這個討判條例 好 那討判條例其實是 其實是香港在回歸之前 就是馮定康那個港督 他那個時候協助香港去建立的 某一種司法上面的防火牆 那從 其實從香港被交還給中國之後 中國就一直不停地跟他們談論這件事情 就是希望可以引渡那個在中國犯案的大陸人 或者是在中國犯案的香港人回去香港受審 那但每次都卡關在兩件事情上面 另一件事情就是他們覺得中國的監獄 然後還有這種監禁制度很可能是 是違反國際的人道標準的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卡關在死刑這件事情上 因為香港早就已經在九七之前 就已經被逐死刑了 那被逐死刑的原因有兩個 一個就是當然大家都害怕變成政治犯 香港人人都可以感覺自己在回歸之後 會變成政治犯 那這個另外一個原因其實就是 其實英國早就已經被逐死刑了 所以就是作為英國的一個殖民地 他的司法也朝向英國的那樣一個體制去走 那好 所以這個逃犯條例就從二月份就開始 就有一些聲音 有一些異音 譬如說台灣政府就有說 那個我們才不要放在一個中國的情局底下 跟澳的內地跟台灣一起就是修改了 那然後那香港的大律師公會 其實也有發表這個聲明 就是反對這樣子的修改 所以一開始這其實是茶壺裡面的風波 只有牽涉在其中的當事者 譬如說潘小儀的家人 然後立法會的委員 律師 大律師公會 然後台灣的政府在對這件事情發表聲明 可是到了3月31號的時候 他們就有了第一次的流行 其實第一次流行人數不多 其實只有1萬多人 1萬2千人參加而已 那所以結智慕所謂指都是一個非常 不引起社會普遍注目的事情 那香港中文大學的那個周保松他就說 其實不引起社會注目有一些原因跟基因 一個就是這是非常technical的 非常法律性質的討論 那一般的人其實不是很清楚這樣說有什麼不好 那那個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就是其實從2014那個雨傘運動之後 就2014、2016 雨淡革命之後 其實香港普遍的那個參與這些運動的這些年輕人 就感覺到他自己受到政治創傷 然後其實社會上面普遍的就變成一片低迷 然後周保松在那個Bruno的那個演講裡面 他就講到六四的那一天啊 其實一直到六四的那一天 他們都覺得只是為了盡一份責任出來遊行 並不是認為他們真的可以擋下這件事情 所以他說在那個像類似像哲武這樣的一個Bruno的咖啡廳裡面 大概其實這是一片低迷的 那所以3月31號的時候其實只有1萬2千多人 然後到了4月份的時候開始有13萬人上街 但13萬人上街在香港的遊行的這個 社會運動的歷史裡面也不是太多了 那但是就給他們一個非常強的那個強心計 從1萬人關心這件事情到13萬人關心這個事情 這中間其實非常的短的時間 從3月31號到4月28號 超過一個個月的時間 什麼東西誘發他 在這一個時間裡面人數可以誠實出現呢? 其實有兩個有兩個關鍵的原因 這兩個關鍵的原因其實都跟基督教很相關 第一件事情就是從其實從2017年開始 那個中泛就要建教 半地剛就在協商要跟中國建教 那當然就是卡在獨教任命權這件事情上面 好 那所以香港的教區過去一直以來是在支持 背地裡面支持中國的地下的天主教會 那所以他們其實是非常反對中泛之間建交的 因為在這個中泛之間建交的 這樣的一個協商的過程裡面 其實2017年的時候是說什麼 沒什麼盼望 但是2018年又就是死灰復燃 那就是香港的天主教會裡面 其實過多過少都感覺到這個風向 就是或者被暗示或者是明示他 就在這段時間裡面不要發表什麼挑機的言論 那在這個過程裡頭就是 就是堅持高分被批評中國的這個官方政府 對天主教打壓的其實是陳日君書記主教 陳日君書記主教 然後他一直高分被的這個批評教廷 然後就是說那個中國這個地下天主教會的這些主教跟信徒 不可能接受被教者 然後就又被中國官方選立成為主教 那他這樣子放開喉嚨在批判 他甚至講 他甚至批評教宗被蒙蔽 然後批評就是 范蒂剛如果跟中國徒神論的政府建交 那他其實就是背叛他的弟兄姊妹 那結果反送中的議題開始燃燒 開始延燒的時候 那就有一些人說 那這些討犯條例要修改的話 誰會被送回去中國呢 那有些人就開始說 那在教會裡面批評政府的人 都不會被送回去中國 那陳日君書記主教就說 如果會被送回去中國 那大概他就是第一個會被送回去中國 因為他過去的時候罵了這麼多 那當然那個林鄭月娥特首就說不會 宗教人是不會因為他的宗教的主張被送去中國 那可是香港中文大學同基學院神學院的院長 他以前就是做中國基督教教會史的 他就說對你不會 你不會因為宗教的理由送回去中國 但你會用其他的理由 譬如說被嫖妓啦 或者是被這個散播謠言啦 或者是說被這個顛覆國家啦 被逃稅啦 就是被稀奇古怪各式各樣的名字 那送回去中國 而且送回去中國 你只要 你不需要在香港接受審判 你只要被懷疑當成是嫌犯就可以送啦 你不需要在香港審判完以後 證明你有犯罪再送回中國 好 那所以陳日君書記主要就說 那這下子如果送中逃犯條例真的就是通過的話 第一個送的就是他 好的 當教會裡面的人開始在反省 這個逃犯條例可能不只是關乎的 就是法律技術層面的問題 就是逃犯引渡這種法律技術層面的問題 他很可能進一步涉及到的是對言論自由 或宗教自由的一種前置的時候 在這段時間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就2014年的戰中七 那個戰中九子 其中是戰中三子 這三個都是基督徒 就是戴耀廷 朱耀寧 牧師 還有那個陳建民 就是陳建民是香港中文大學的老師 這三個都是基督徒 當時參與了雨傘運動 然後他們的案子就在4月的時候就定驗 4月9號定驗 然後就是說他們全部的罪都成立 就是說他們傷過了啊 然後又是這個暴亂啊 不是 那這些罪 然後所以那個除了朱耀寧牧師 因為他年紀大了 因為身體不好 沒有辦法去坐牢 香港政府有或很會算法 其他的通通都是當庭就坐上求車 連回家送衣服或跟家人道別啊 這些時間都沒有 就直接送去監獄裡面 好 所以那是 所以你會發現 從這個人數在一個月內暴增10倍 其實是出於一種危機感 就覺得他過去擁有的言論自由 現在可能消失了 或者是說就出於一種悲憤 然後這個悲憤其實是就是覺得正義不能伸張 雨傘運動 他們眼看著台灣的太陽花 好像成功收藏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台灣要參加WTO的這樣的一個協議 就被割下來了 那然後可是對他們 對香港的人而言 其實是他們什麼都沒有得到 他們什麼都沒有得到 然後而且參與在其中的所謂的大台 就是這些戰中種子這些人還紛紛被起訴 而且都判了非常重的刑 好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就四月份的時候一下子就出來十三個 十三萬人 然後呢到了那個 到了六月的時候才開始就是進入高潮 那從四月到五月的時候其實已經有非常多的人 就是非常多的組織子跟團體發起的連署 那台灣只要想到連署 總會想到就是說 就是學者大學裡面的教授連署 或者是大學生連署 但是在那個時候進行連署的是一批我們很難理解的連署的人 就是中學的學生還有校友會 中學校友會 就我們除了大概除了那些念建中或給英女的 就我們都不覺得我們的校友會有什麼好 當時是一個招牌卡出來用掛在這個招牌上面去進行連署 可是在那段時間裡面香港就出現了非常多的人在這個時間裡面進行連署 那裡面有非常非常多是教會學校 是教會學校 那連署的這個次的比例之高啊 像是將近是三分之一的那個香港的教會成立的學校 就是佔所有香港的中學裡面大概差不多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強 就是總之就差不多在這裡面有這麼多的教會學校就出來連署了 然後都掛在校友會的名字上面 那特別的是就是這個周寶聰都分析說 特別的是因為他的校友會裡面都會把他的校訓引出來 所以看起來是一個世俗的組織 就是校友會的組織 但他引出來的校訓 真善美聖 就是這一類的這種校訓 那就是用這些校訓來做為他的行動做背書 那就跟基督教信仰扯上關係 所以後來中國都把這件事情跟基督教扯上關係 認為都是基督教的反骨 有這個理由在 那所以後來就從就五月的時候就是這樣子密集的連署 到了六月的時候 到了六月的時候 六月六號就是第一次遊行 就一百萬人上街了 好 然後六月六號一百萬人上街之後 其實林鄭月娥是死也不要把他拿回來 死也不願意把送到立法會的這個討辦條例拿回來 他就是說他要進行惡毒了 那所以後來他們才去包圍六一二的時候 六一一晚上六一二的時候 他們才去包圍立法會嘛 在香港稱之為包庇 那然後那你如果注意的話 你就會知道那個Sing holiday to the Lord 就是在那個時候就開始唱了 就是教會裡面的人站在 站在示威的群眾跟警察的中間 那然後到了六月十五號 到六月十五號的時候 林鄭月娥才稍微鬆口說 那我們就是戰謀 但他仍然不願意把他撤回來 然後那個楊明傑就自殺身亡了 楊明傑就自殺身亡了 好 那這件事情 對社會運動是很大的刺激 就是壓迫 其實是反抗的唯一動力 所以其實六月六號 舉辦了一百多萬人 一百萬人的大遊行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覺得隔七天 就是在這麼短 六月九號有這個一百萬人大遊行 然後六月十六號要再走 其實是在一個非常短的時間裡面 密集動員 那密集動員其實基本上是這樣子 你如果沒辦法動員 輸比上一次更多的人 你就輸了 所以其實這次社會運動上面來講 這是一個險招 但是他們迫不得不這麼做 因為林鄭月娥第一次一百萬人出來 他根本不甩他 所以後來他們就六月十六號 就出來了兩百萬人 好 然後那就是香港七百五十萬人裡面 將近三分之一的人都上街了 就在每一個正常的國家裡面 三分之一的人上街 反對現在的政府 基本上就是已經在做現在 對現在的政府做那個不信任統道了嘛 政策應該會送回去啊 可是其實怨然沒有 怨然沒有 他怨然不願意撤回來 他不停 他願意用各式各樣的名稱說什麼 已經dead 就是已經死了啊 或者是戰犯了啊 或者是這個什麼 但他絕對不會說他撤回 那這件事情對香港人來講說 就是匪夷所思 因為他們之前2013年 如果我可以記錯的話 應該是2013年 就是要修法的時候 也是那時候是23條要修法的時候 就是他們就是有這麼多的人走出來 那可是當時的特首就把這個案子撤回來了 那不知道李正月娥哪裡來的膽子 就是三分之一的人都上街了 他就是說不撤回就不撤回 這個看起來非常不像我們傳統的政治裡面認為一個女性領袖會做的事情 對嗎 我們通常認為女性領袖會是比較 作風會比較溫和 然後我們認為她的領導風格可能就是比較 就不會像父權那麼喜歡載制或者是donate 但是很奇特的是我們發現 林正月娥其實是比過去的像曾應權啦 或者是梁振英啦 都表現得更為強硬 所以那時候其實就有很多的人在揣測說 林正月娥這麼強硬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所以在記者會上面就有記者問她說 你是不是不能撤回 這件事情是你做的決定嗎 還是後面有人下指導器 林正月娥當然就是撇得乾乾淨淨的說 沒有 就是中國政府那個中央嘛 他們講中央就是很相信她 也信賴她可以決定這件事情 中國政府沒有介入沒有干預 那可是學生稱說沒有介入沒有干預的同時 你就會發現在香港街頭抗議的這些學生 就開始陸續被帶 然後而且就是就失蹤 然後就激起了學生更大的憤怒嘛 然後雙方的武力就都升級啦 就是那個催淚彈啊 然後霧帶彈啊 這個你大概就是會覺得說 原來有這麼多的鎮壓的這個先進的武器 什麼聲波炮啦 水炮車啦 然後胡椒噴霧啦 就是各式各樣的都出來了 但是截至目前為止你要知道 一開始的時候其實大部分都是就是 三四月的時候大部分都是泛民派的 比較老一點的做社運的人出來 但是到了四月的時候開始有中學生的連署 校友會的連署 但到最後變成是勇武派的年輕人 就是我要攔潮 然後終於都跑到前面去 那個情形是到六月的時候 就是開始在連燈上面進行號召的時候 整個運動就開始呈現出來 就是武力升級勇武派出來了 然後而且就是非常年輕的一批人站出來 那之後的事情大概你們就很清楚了嘛 就是七月的時候又有人被抓到新屋裡 新屋裡其實就是靠近中國邊界的那個地方 那本來那個地方是一個新建就是養豬場啊 然後未開發的一個地方 但是事實上後來其實這個香港政府早就在那個地方 秘密的建立了一個那個港口的這個訓練基地 然後有學生就是在那個地方接收到信報裡 包括中文大學的吳奧學 他就是把口罩脫下來 然後就是選 就是要求那個斷重製校長 中文大學斷重製校長 然後跟學生對 面對臉談 然後為學生出頭 那好 那所以你就知道就是 開始有非常多 異常多的這種意外死亡 然後但是警察在看到死屍的時候 都宣稱無可疑 就是你會發現就是無可疑到一個地步 就是最近就是到了一月多 二月的時候 他們發現的是女屍下半身全裸 然後那個他們就是撈起來也宣稱無可疑 或者是女屍掉到地上 然後身體變成兩半 他也宣稱無可疑 地面上也沒什麼血液 也宣稱無可疑 然後就是屍體發現沒有多久 大概十幾分鐘之內新聞報導就可以寫出來 還好 我有很多的路人 這樣子也是無可疑的 當然你可以用非常非常嚴格的標準來就是說 你說他有可疑 你拿什麼來證明他 但你知道其實基本上我們對於冤案 我們對於這種發現死屍的案件 我們採取的是一種所謂的塑因歸納 塑因歸納它基本上就是根據就是結果 結果去逆推原因是什麼 那他基本上就是靠累積過去這一類的案件 慣用的這種犯案的手法和呈現出來的 這種屍體的現場的這些跡象 然後去建立一個非常大的database 然後從這裡面去判斷 所以很簡單就是全世界的警察都是靠這樣子的 作用微納的方法去做簡單的案情釐清 然後並且開始調查的 那他們調查的方式都跟香港警察不一樣 所以你當然說證明就證明這件事情上來說 你可以把證明 但是就香港警察認為這些都無可疑這些事情 你覺得這件事情是佔不足交代 我差不多就在這樣的時候到了香港去 好 然後接下來你發生第三件事情 就是有越來越多的女生 包括我們知道的陳彥霖 就是她疑似是被性侵 然後那個棄屍海裡的對不對 就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游泳拳手不會跳海去讓自己死 因為她會那樣她會很難死 就好像一個人想要死的時候 絕對不會用一個很奇特的方式 把刀子從她的背後插到她的心臟裡面去 就是除非是非常罕見的想要嫁禍別人 所以我覺得多半個一個人 不會用這種方式把自己殺掉 一個自殺的人在死之前不會這樣子去做 那好吧 所以接下來的情形是怎樣 這就像是一個非常非常可怕的 在聖經裡面的一個故事 在立位記裡面的一個故事 是一個女人 一個立位人的妾 她跟丈夫吵架了回到她的父親家 然後她的丈夫來尋她 帶她回去他們自己家的路上 然後被強姦了 之後她的丈夫把她的屍體切成12塊 分送以色列的12支派 然後就是號召要復仇 就是把復仇當成正義 然後於是就展開了一連串的殺人 到最後為了一個女人的復仇 其實是無數女人遭害 但我剛剛這樣子講完以後 就是說你沒有在這個故 從我剛剛重述的那個故事裡面聽到什麼嗎? 其實從性別的角度來聽的話 你會覺得這個故事很奇特 有一個女人被懷疑她 紅杏出牆 其實她還沒結婚也沒有所謂紅杏出牆 結果就被殺了一十兩命 然後之後就是她的家人 要為這件事情來找尋正義 但找尋正義的結果其實是 一年之後你會發現其實是 無數的別人家的孩子都死了 也是被強姦了 然後在這裡面的一個行政長官 她是一個女人 她是女人 然後但她縱容女警 對把送中的年輕的女孩子實施性暴力 那當然後來不是只是把送中的女警 對那個年輕女孩子實施性暴力 包括了男警也對男生實施性暴力 其實這是一個多麼慘的故事啦 從這個性別角度來講 你就發現其實 其實光是有一個女性的領袖出來 其實真的不算什麼 就是她不見得會像我們所理解的那種 有性政治人物一樣 有身段有軟 然後就是能夠就是 不是用那種主導的那種方式去處理 政治上面的糾葛或者是衝突 你發現的是另外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情況 然後在香港就發生了 好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就我就稍微講一下 就是香港的這件事情呢 就延燒到台灣來吧 不只是 不只是台灣的社運團體開始聲援香港喔 我說的不只是這樣子就是會延燒到台灣來 我說的是另外一種的延燒到台灣來 就是有關於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使用暴力這件事情的討論也延燒到台灣來 就是可不可以使用暴力呢 在台灣的教會裡面也開始在討論這件事情 你要知道一開始的時候 教會裡面的人其實都是高度參與 在反送中運動裡頭的 上哈利路牙 舉辦祈禱會 因為那個時候香港政府就是說 沒有經過政府許可發 那個不敢對通知書的活動都要被停止 但是宗教活動是例外的 所以其實就有很多的這個宗教團體 包括教會就開始辦 各式非常祈禱會 好 那然後甚至有的教會 像是我們幼齡堂 他甚至發表了一個立場 我們通常說教會就要干預政治 但他在這件事情上面 他發表了一個非常明確的立場 就是他覺得他在人權這件事情上面 是站得住腳的 所以他就是發表一個公開聲明 反對這個逃犯條例的修訂 可是當武力從六、七月然後開始到八月升級之後 其實一些教會其實就有點疑惑 他在這個過程裡面他可以參與到什麼程度 就開始慢慢就往後退了 那所以那香港教會的這樣子的一種討論 其實在台灣也有很多的人在討論這件事情 雖然對台灣的社會運動來講就是丟汽油大法 或者是就是圍堵路都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 可是那個香港的教會其實是過去一直習慣的是合與非非的 就是連講出口都不可以的 那所以他們就有很多的討論 那這些討論其實就牽涉到兩地之間的過去的抗爭運動的歷史 然後他們認為什麼 教會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 即便是在台灣的教會裡面也是這樣的 就是講法教會其實是滿感充的 所以其實是趕翻牆到一百月裡面去 然後那個趕那個 我知道的 我知道有一些人在解嚴那段之前的時間 是丟過汽油大 我是知道的 那那個這些看起來像就是不是什麼樣子不可做的事情 但是那個倫理上面的真意 就使得香港教會開始退卻起來 但是對於婦女哀打或者是小孩子哀打這件事情 其實就改變了他們怎麼看戴康自己在這個過程裡面的一個角色 所以其實後來就有很多的那個牧者是願意站到前面去 就是成立守護孩子的成員 然後去保護這些這個前線的有牧者不被警察 使用過度的暴力 那你從這樣子的一個過程裡面 你就看到就是說 台灣的教會界開始在討論 可不可以使用武力去抗暴 然後另一方面呢 台灣的婦女圈也開始很關心就是香港的性暴力的議題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大概在七月多的時候 其實台灣的婦女界其實就有一些人在提到就是聯合國的相關的這種警察的指法標準 然後就認為香港的警察使用過大的鼓勵 而且使用男警對年輕的女孩子收生 甚至就是進行不必要的這種這個波光珠 他們叫做波光珠 就是把女生的全身全裸收生的這種情形 那之後到了十一月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那時候台灣就是正在講那個婦女庇護 世界婦女庇護的大會的時候 也是必用那樣子一個國際的場合聲援香港婦女受到性暴力的問題 好 那所以你會問一件事情就是那個 如果香港的年輕女孩子受到性暴力的情形是這麼嚴重的 那個是不是應該大家要集合起來批評香港的警察 批評香港的政府 即便這個政府是一個女性領導的 就是批評她是非常負全的呢 應該是吧 你大概不會想像說要批評反送中運動非常負全吧 對嗎 可是在香港其實就有女生 女的社會學者 認為香港反送中運動非常的負全 那個是何世民 我不知道 你應該知道嗎 對 就是她是香港非常就是非常outspoken的一個社會學者 然後應該是用台灣的角度來理解的話 她應該就是屬於性別放派那一類的女權運動者 好 那她那個時候其實就是主要的批評是在幾個層面上面 第一個層面就是她自己本人曾經發動了一次包圍天水圍警局的事件 那她也是就是發動了以後到了警察局的現場的時候 警察局就衝出來逮人 那那個她作為一個發動者 她其實沒有辦法控制全場 她覺得警察很暴力啊 我們沒有反抗怎麼就這樣子啊 可是就是就警察一共逮捕了大概七十多個左右吧 然後但是就是沒擺捕她 那她在臨場的時候的 對於那個現場沒有辦法控制的這個情況 後來就被很多的人批評她說她是奇節運動 利用運動出名 然後她就覺得她自己非常受傷害 所以那個梁繼平就是很出名的一個在立法會 就是攻入立法會之後 她把她的口罩拿下來的那個年輕的這個政治領袖 在就是她就是有一個機會跟立場新聞辦的一個座談會上面 她就是直接對她說她覺得她自己受到了運動傷害 因為就是就算她現場控制的不是很好 但是其他的人對她的批評也有失真的地方 他們說她失故意叫大家都不要走 然後站好讓警察抓 所以警察才能夠一次抓了七十 將近七十個 然後嘟嘟不抓她 那她覺得她自己很受那個政治運動的傷害 那所以她後來其實你會發現她後來就是對這個運動裡面的一些事情 有了更尖銳的批判 譬如說她就是說勇武派破壞了紅綠燈 導致身心障礙者過馬路的時候很危險 那這簡直就不符合女性的那個光白倫理 為什麼勇武派覺得這些身心障礙者 就是社會最底層的人的需要是可以不顧的呢 那之後她也批評就是在這段時間裡頭 有非常多的那個海報或文宣是用香港的髒話在罵女生的 香港的髒話是行聲字 就非常好記 我告訴你們 就是行聲字 行聲字就是有一個形狀 然後再加上一個那個字去表她的聲音嘛 對不對 所以香港的髒話基本上只有五個 就是一個門裡面分別填上了小西七九能 小人的小西 東西的西 七 約三四五六七的七 九 就是約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能 就是能夠做什麼事情的人 基本上就是被稱之為一門鼓鼓腳 這裡面只有一個字是在講女性的心器官 其他的四個字全部都是講男性的心器官 只有吸這個字是在講女性的心器官 那然後絕大多數使用男性的心器官去形成的這個詞 就是多半個是在講男生可以欺負女生 那使用女生性器官的時候 多半個是在講他就是他可以被欺負 那你會看到非常多的海報 基本這本書裡面其實也有 就是說這個在攻擊警察的太太的 不是攻擊警察 是攻擊警察的太太 那而且就是你的確可以看出來這裡面有差別 就是女警的先生很少被攻擊 但是男警的太太是經常在海報或文宣上面被攻擊的 那都是用一門鼓鼓這樣來攻擊她 那包括林鄭月娥 就這件事情也是非常有趣的 在香港的這個抗疫的運動裡頭 幾乎是社會上面各個階層的人都已經參與在其中了 包括色情網站 包括色情網站 那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色情網站就是通常是最不拒 最不會被進行政治審查的 你們知道中國有防火牆 對嗎 所以各式各樣的消息都會透過防火牆去刪除 但是色情網站他們覺得 色情網站還能幹什麼事情呢 就不能做什麼 但是這一次卻是連色情網站都加入在返送中裡頭 所以其實在色情網站上面曾經出現的一則 一則的這個內容其實是用性這件事情在攻擊林鄭月娥的 就是說她已經老到一個地步 她如果就是她老到一個地步 她如果被男人怎麼樣以後會哭 Anyway就是這些東西就是使得和市民認為 打送中運動很復勸 那在這個同時其實有香港的 就是也是中文大學的另外一個社會選擇 就是蔡玉皮就認為說 這樣子以後批判是不正確的 就是在這次反送中運動裡面 她的這個無大台的特性 打破了很多過去社會運動裡面的一種 復全的苛咎 就像是什麼呢 像是過去女性雖然也參與很多的社會運動 但是站出來講話或出頭做領導人物的 其實都是男性 女性就是做那個次要的補給的 聽命的那樣子的一種角色 那所以她在社會運動裡面 她的發言權她的那種能動性都受到局限 然後而且她就是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你會發現在這樣的反送中運動裡頭 男生跟女生其實她的那個 性特徵其實相對是模糊的 就是她們穿的全部都是黑色離譜 從頭到尾 然後包括這個口罩 那所以其實你熊熊看的時候 你其實還會沒有辦法很明確的確定 這個女性的 你前面站的這個到底是男性或者是女性 那而且某一些過去對於港女 我們對於港女的刻板印象被打破 就是港女過去都被認為是非常的個人主義 非常的拜金 然後非常的物質需求很強 但是那就是打扮得很漂亮 但是其實基本上對於這種社會運動 她其實是沒有很多的投入的 可是你現在發現的港女似乎就變成像神力女超人一樣 她很快的時間裡面她就變身了 那我在香港親眼看到那個穿著非常漂亮的港女 到了那個麥當勞裡面去換衣服 然後她怎麼換的呢? 你知道香港其實是寸土寸金 所以絕大多數的那種那個食堂或者是麥當勞 他們就是一棟大樓裡面就是共用廁所 那遊行要到了之前 因為地鐵會先斷掉 或者是巴士會先斷掉 所以你如果今天要去遊行 你都會下午要遊行 你早上很可能就出門了 你才能夠到那個地點 那到那個地點以後 你當然就會找一些可以做的地方 等待遊行開始 所以港女也是 你會看到那些穿著很漂亮的女孩子 就坐在你的周圍啊 然後過了一會兒以後 大家都開始起台去換衣服 因為要換那個全身黑的衣服啊 可是那個廁所很小間不夠用 該怎麼辦呢? 就要開遮 開遮就是開傘 你通常會看到在街頭 他們說開遮的時候就是傘 他們都要打開 然後開成一片傘 然後他們就開始破壞 破壞行道磚 然後或者是那個行道磚上面的這件欄杆 當成是退場時候 就是攔阻警察追捕勇武派的這個道具 但是你會在麥當勞的那個排隊等身旁邊的角落 看到一排女生在開遮 我原本很是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在麥當勞裡面開傘 後來我才知道他其實是在裡面換衣服 然後來到輪流版 換完了以後就是他不可以排隊等很久 他就可以上街去了 所以你會發現女生在公共場合欸 人是個公共場合 那是樓梯間也是公共場合 換衣服 然後就是 甚至有的是站到前線去 他不見得是就是螞蟻 就是做後勤補給的 他甚至站到前線去 然後他可以 所以只要在連燈上面 他找到一群人願意支持他 他其實就可以發起一個運動 那他有完全的對這個運動 他發起了運動的一個主導權 然後所以其實有一些運動 你很清楚的知道 他其實是一些女生 像譬如說摺指課 在一個定點摺指課 會紀念那些死傷的人 那個就是我認識的一個中文大學的女學生 在裡面做我的事情 那他就就在這樣子的活 你從這些角度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這些港女其實 她有非常高的這個社會運動的參與度 然後她的性特徵 在這個過程裡面是比較模糊的 甚至她打破了過去的某些的性規範 所以你特別從這個百送中的那個 新的這個民主女神 Lady Democracy可以看到 就是新的這個民主女神 她的樣子跟過去傳統的民主女神的樣子 完全不一樣 那個Aris Marion Young她曾經講過 女人的身體 就是女性主義身體現象學說 女人的身體其實經常處在一個內向型的 跟男生不一樣 男生是外向型的 就是那女性的身體 絕大多數的時候是內向型的 她的意志沒有辦法連貫 然後她是 她的身體是跟她自己的意志在做對的身體 但是所以你會發現絕大多數西方的藝術或高科裡面的女性身體 其實都是站在一個地方 或者是身體是半捲曲的狀況 你很少看到她雄啾啾晃晃兩腳張開 然後就是站成一個就是三腳形的形狀 或者是雙手是完全打開的 就是整個身體是敞開型的 你很少看到 你很少看到一個女人上 李開朗基羅裡面畫的那個完美的人形樣 就是那樣子那樣子站著 結果你現在看到的反送中運動的女生長什麼樣 就是Lady里馬克里長什麼樣 她戴口罩 然後有眼罩 戴房型面罩 工地頭盔 然後一手橘子 一手持旗 最重要的是她站的是三七步 這是一種前進的步的姿態 那通常是非常罕見出現在 跟女性相關的塑像跟畫作裡頭 好 那所以像蔡玉平她就會說 怎麼可能反送中是父權呢 怎麼可能反送中運動是父權呢 對不起我需要喝水 尤其是828的那一天 尤其是有那麼多的 在那之前有很多的濕奶走上街頭 引髮族的婦女走上街頭去保衛孩子 然後還有就是這些這個 我剛剛敘述的這些特徵 好 所以這件事情就牽涉到一個非常關鍵的議題 就是這個運動她是無大台的 她是無大台的 那無大台的意思就是說 沒有人告訴你你什麼東西不可以做 也沒有人可以限制別人 每個人都是找到她自己適當的位置 然後去發起這個運動 所以你會發現有一些非常具有女性主義的意識 覺醒的婦女團體 她可能會舉辦一個828的反性暴力的 就是延續MeToo這樣子的運動 甚至他們可能會發起那種寫信給這個美國的 好萊塢的那個MeToo的這個影星 希望他們能夠呼籲這個全世界正式 香港警察的性暴力的問題 有這樣子的運動 但你也會發現有一些是 像我敘述的就是說 是使用色情網站 或者是一門呼呼叫的方式在講 在批評 在發洩的這種情況 所以我覺得其實基本上很難用一個方式去界定它 但的確是在這個運動的過程裡面 有一些人他就會說可不可以在運動的時候 他支持反送中 但是可不可以支持反送中的時候 同時支持性別平權 那這是因為吳大愷這個特性 你就會發現有一些支持反送中的人 是非常宗教右看的 就是非常反同志的 他參與在這個過程裡面 但你也會發現有一些像PickDot 就是香港在這段 在反送中的這段時間裡面 會舉辦了這個同志大遊行的 這樣子的一些團體 他們其實是會 會定點集會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跟反送中的一些議題去做串聯 所以整個在你會發現從性別的角度去看整個反送中運動的時候 你會發現看到非常多有趣的有趣的帶觀察的現象 但我覺得運動還是要跟性別文化採取某一種的距離來觀看 就是即便一個運動在運動的當時再怎麼不負權 都未必他能夠從根解決這個文化長期以來那個負權的形象 有的時候運動的不負權其實只是某種暫時性的解放而已 就好像同志的江年華看起來那一天好心解放 但對不起並不代表他們回到他們日常生活的時候 都在那個心解放 那所以其實在香港之前 其實也曾經出現說用胸洗頸 有個女生警察 警察那個時候說那個女生用胸部洗頸 那一件事情其實就是惹了很多的人非常的憤怒 就是葉玉儀他其實就呼籲了很多香港的明星出來 就是潑他們的胸部 潑到Facebook上面 臉書上面給大家看 然後就是說就是抗疫一個人如何可以用胸部洗頸 警察是準軍事化的裝備竟然還可以控告 然後香港的法庭竟然還能夠判這個女生有罪 對 所以你會發現在那段時間裡面很多的男生會穿著女生的胸罩上街 但你覺得她平常會穿嗎 不會 那所以 所以 我覺得這是有關於蔡玉儀或何世民他們之間的這個爭議 有關於香港反送或運動到底是不是負權的 我覺得其實這是一個插曲 然後值得觀察的插曲 但我覺得這個插曲其實是會產生某種 就是轉移注意力的這樣的一個問題在 就是你怎麼可能想像說批評一個 用一門五股將來罵人的活動 但是卻不批評她直接直接性暴力就是強姦力了 就是政府用一種集體的一種體制上面的一種絕對的權力 對於個別的反送中的示威者進行性暴力 竟然可以就是三言良語就說他們做的當然是錯的 然後花非常多的時間寫文章著墨 那個反送中運動裡面有一部分的人 一部分的運動使用彰化或社情網站的一些圖片 去攻擊那個體制裡面的這種保守的壓迫性的力量 我覺得是匪夷所思的啦 我覺得香港警察的性暴力的議題其實並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他們做的當然是錯的 而且他們做的如何錯這件事情還其實沒有好好的 在香港的社會學界裡頭好好的探討 為什麼連女警都會做錯事情呢 為什麼連女警都會要求她可以不必收身 但她卻要求年輕的女孩子就是脫光收身 而且是按照上訪的警力就是先脫上半身 就是檢查完了以後把皮膚穿回去 再脫下半身再穿回去 可是她其實是叫她全部多光 然後開始用語言汙辱她 比如說她的身體都很胖啦 或者是怎麼樣你也能夠出來做什麼運動啊 然後接下來要求她就是什麼 這個彈跳或者是蹲下或者是前彎 然後就是甚至用她的這個手上的筆去觸摸她的 去觸碰她的絲柱跟打給內側 我覺得香港警察的這個現象是錯 但她為什麼能錯到這樣的一個地步 什麼訓練的文化導致的 然後連女人都可以對女人做這樣的事情 她呈現出來的一種性暴力的情形 是遠超過我們過去所能夠理解的 她不是單一警察做的事情 她是一個集體的行動 那我基本上是覺得何世民或者是一些人 就是在整個運動裡面其實那個 當然所有的題題都可以談 我同情何世民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是受到了某一種的固解 或者是對她的謠喘的傷害 但我覺得她在作為一個學者 觀察這件事情上面 我其實覺得她的做法我不能夠同意 好 所以我想 我接下來就是已經一路從 我自己怎麼看這件事情 然後講到香港盤通中運動裡面的 一些性別的觀點 最後我想要講的就是 我是不是講太超過了 你要說話 為什麼不會不會 為什麼不會不會明明就會 到底哪一個付錢 好吧 那我最後想講一下就是那個 獅子山這件事情 就是獅子山其實不是香港的第一高山 但是她的確曾經在香港的 過去的發展的歷史上面 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象徵性的角色 那這個獅子山是位在九龍那個地方 然後她的這個獅子的這個山的山形 其實是有一個特別的角度 就是北望神中大陸 所以獅子山過去一直都是北望北望 在政治上 在政治意涵上面 她有一種好像就是 就是處於一種邊垂的那種位置 那獅子山就是 那當然香港其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有非常多的逃難潮跑到香港來 然後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其實經歷了某一種的就是這個經濟的起飛 特別是六七十年代之後 那個香港的經濟的起飛 然後那個獅子山的這樣子的一種精神的象徵 在這個過程裡面就凸顯出來了 就是香港曾經有這麼一個連續劇 然後有這麼一首連續劇的主題曲 叫獅子山下 那你們在日圖上面都可以看到這個連續劇 然後還可以聽到這個主題曲 那主題曲我聽起來的時候 其實一點都沒有抗爭地位 那是非常像費玉琴的那種軟性的腔調的男生唱出來 這是羅文唱的 那歌只是很有意義啦 因為是那個黃詹寫的 但是事實上那個曲子其實是在鼓勵大家就是從不同的地方來到香港 然後要就是要同種共濟 要一起努力 所以沒有錯的確才香港的六七十年代 他們其實是經歷了某一種的經濟起飛 然後那個在這個過程裡面以家庭 很像台灣的小 過去的時候從農業轉成工業的那段時間的歷史是一樣的 就是他以家庭為工廠 然後就是全家人一起去拚經濟 那所以出現非常多的那種家庭企業 就是從家庭企業即時轉變成所謂的這種大型的企業體的時候 他仍然是就是所有的管理階層的人通通都是自己一家人 那沒有所謂的專業的CEO出來 那到了80年代的時候工廠移往北移 然後往這個中國的深圳移 然後他們就開始發展出各式各樣的這種金融的商品 跟成為搖身一變變成新自由主義市場下的一個國際的大都會 好 那所以其實從2008年的時候 那個雷曼兄弟連動在的時候 那個香港經濟向往下滑之後 其實香港很多的年輕人就開始反省這個世代不正義的問題 就像台灣在反省世代不正義的問題一樣 就是如果你是余大樂曾經寫過香港有四代的人 那就是他認為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紀念的 然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像我這樣子的就是60年代的後期出來的孩子 那是第三代 那之後的就是第四代 那他那時候他就講說其實包括林鄭月娥這一類的人 他們其實是屬於第二代香港人 他們就是在成長的過程 他的家庭的經濟狀況剛好配合上了香港的經濟起飛 所以他們其實都享受到香港的富裕成長的那個階段 可是那個時期過了之後 其實那個第三代的人出來的時候 其實就沒有辦法感覺自己這麼有自省 因為他經濟到的是一個高度競爭 而且就是那個什麼做工的時間長 領的薪水少 這樣子的一種那種貧富不均的社會的情況 好 那所以所以獅子山下這個名字 當我想出來的時候 曾經的確是被某一個社會學家質問我說 這是不是太老套了 因為你要知道就是說 那個那個獅子山就好像美國夢一樣 獅子山下的獅子山的精神就好像美國夢一樣 就是認為你只要努力就能夠成功 那他描繪的其實是那個第二代香港人經歷的榮景 但第三代香港人甚至到第四代香港人 他們其實開始過著古日子就像現在一樣 所以現在的年輕人 就像現在的年輕人會批評五六十年 五六年級的人一樣 就是其實相反的年輕人其實是會批評相反 作為一個國際的那個脫亞入歐的城市 但是他其實這個社會上面有將近一百多萬人 其實是活在貧窮線下面的 然後年輕人很努力打平 卻不再能夠享受榮景 而且因為他沒有所謂的政治的治權 所以他特別對於這種國際的這種風險的社會 就是像2008年雷曼封印的工淡 那種衝擊失去了某一種的防禦能力 當然你現在就可以看出來 他沒有自己的那個獨立的治權 會導致什麼後果吧 就是包括對武漢肺炎都失去了防禦能力 好 那所以當時某一位社會學家跟我講說 你這獅子山精神是不是太過失的時候 我其實就為了要回應他 就寫了一篇露露出的文章 告訴他說其實不是喔 因為在這一次的這個運動裡頭 那個聯登討論區裡面發起了一個 要做新的民主女神像的一個運動 然後這個民主女神像做出來之後 他們其實後來就是連夜把那樣的一個雕像 送到了獅子山上面去 然後重新詮釋了他那個象徵本土精神 或許象徵了某種那個成功 香港成功故事的精神的更豐富的內涵 那這本書這本書的封面其實講到這邊的話 我就想最後就稍微講 那這本書的封面這個畫家 他們兩個是天主教徒 他們是一對夫妻 很有名你們如果有戲劇的話 上他們的臉書 明迷明亂 他們兩個是天主教徒 然後他們的話其實都不賣錢 因為他們經常畫 社會運動抗爭的畫作 然後這個畫作就是 到了要出來遊行的時候 可以製作巨幅的那種畫作 然後扛出來 但是沒有人會買回家 然後掛在他的客廳裡 那所以他們其實一直以來就是很 就很苦哈哈的在堅持他們的畫作 作為某種社會批判的媒介 那他們甚至就畫過那種堂房 我記得我第一次看到他們的畫作的時候 是看到他們把一個人的頭切下來 然後放在一盒便當裡面 那香港的絕大多數的人都不做飯 然後中午的時候都去買便當 便當非常的廉價 這樣子錢不多的人也可以買得起 可是製作這個便當的人 他賺取的利潤就更薄了 所以到後來其實是變成是一個惡性的循環 就是處在社會底層的人 他其實就是很難從這樣的一種經濟模式裡面 那個解脫出來 所以我後來看到他一些畫作的時候 我其實就是非常的shock 就是他怎麼用他的畫作去描繪那個香港的那個 底層的人的情形 譬如說他描繪那個堂房 那個情形是遠超過你現在在台灣可以想像的事情 譬如說一個媽媽可以在睡覺的時候 不小心把他的小孩壓死了 他生的小baby就是被壓死了 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個小房間裡面那個吃飯 你還要讀書、教儀廳、睡覺 通通都在一起 然後就是甚至為了爭取這個堂房 你還要有一點社會關係跟本事才能夠要到 那我講這樣的時候不是說 所以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其實這完全是經濟決定的 不是 可是要改變這樣的情況 需要香港人能夠自己做主 所以回到那個一浩老師剛開始的時候講的那個情形 為什麼我們覺得民主好 不代表民主體制的人不是笨蛋 都做的事情都是對的 而是最少最少我們相信那個自己做主的民主不會故意害自己 不會故意害自己 他有機會在 他們可能犯錯 但他有機會在錯誤當中成長 那我覺得香港人 香港人在這次武漢肺炎的這個抗議的過程裡面 他們其實是非常的辛苦的 就是一直到現在贏政院而並沒有真正的封關 而且當武漢解除那個封城之後 一大套的人就湧進香港 然後要轉到別的地方去了 但是你注意到嗎 香港的那種感病的數目力沒有很高 為什麼 他們沒有陳時中 沒有一個政府在顧他們 但是他們有非常強的一個民間社會 那種公民社會的力量 那我覺得一個有這麼成熟的公民社會 可以自發的形成一個長達將近一年的抗爭運動 然後甚至可以就是在沒有政府 所有事情的情況底下 可以全民抗議到把疫情控制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那我覺得其實是這樣的一個社會 不應該受到這樣的對待 所以我寫這個書其實是為了希望 有更多的台灣人可以關心他們 然後更多的台灣人願意成為香港人的後盾 支持他們走上他們自己追求民主的大路 我就講到這邊 好 時間還夠 非常謝謝文章老師 我想想補充一個小小的一點就是 剛剛談了很多大概都是關於紀錄教宗教還有性別的事情 我想老師剛剛所講的東西 有一個很大的脈絡 就是他看到了整個香港的這個 反覆中這個事件 對照了在舊約聖經當中的一個事件 所以離了那麼久 然後又有兩個那麼遙遠的地方 不同的文化 這是非常非常特別的一個角度的觀察 那這一個角度的觀察 其實他也必須要從小的地方來看起 但是他可以看到一個大的脈絡 整個大的事件當中的不同人的角色扮演 所以對照過去跟過去的一個非常古老的一個時間 你可以看到有某一種類比的關係 然後要從這個類比的關係 要問我們說什麼呢 OK 這個文章老師還沒有細講這個部分 但是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察 那這種觀察算是文章老師一個獨特的地方 但這個獨特的地方其實也是很典型的做神學 做或者是基督教早期的時候 然後所發展的神學基本上也就是從這樣子開始 就是引遇 在世界上你可以看到符號 看到比喻引遇它的意義 OK 然後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事件的類比關係 那這其實是很典型的一種 從基督教神學的發展當中 就一直一直有這樣的一個習慣 所以整套基督教神學基本上也是 建立在很多的想像比喻類比之間的意義 所归疊出來的東西 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一個符號的結構跟命題 OK 那但是呢 文章老師剛剛在講的香港的社會學家 他們在真的卻不是看到一個大的脈絡 他們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小的 就是告訴你說一整個香港已經 比如說香港正在被霸凌的時候 這一個島或者這一個族群 集體有某種程度要被所謂的中央霸凌的時候 那結果很多 不是很多 結果有所謂的左膠 OK 他們缺乏的要你去看最小最小的 那一個事情告訴你說 就好像比今天你要上街頭去抗議的時候 他告訴你說你有沒有爽紅燈 你走路有沒有跨右邊走 就此類的這些 就是有一些人他們要看這個最小的事情 然後故意要忽略掉整個最大的邁路 然後整件事情的意義 但非常可惜的這一次的事件當中 卻是原本應該是在社會上扮演非常重要的批判社會的 批判社會或者是點出很多人所沒有看到的重要的 權力不對的關係的社會學家 他們反而看的 在意的 是這一個最小的事件 所以這當然就是會引起一些反彈 所以就會有很多人就會覺得 我們正在談的是最大的事件 最大的意義 然後你在跟我們談的是最小最小的 你最在意的那個點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父權 就是性別它是作為一個生物上的意義 還是一個符號 還是它只是作為一個隱遇都開始一直在錯亂當中 那這是一個在爭辯的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觀點 那就是 其實社會學家要講說 你這個社會運動搞得太負權 基本上他已經先套了什麼 什麼叫做負權 或者什麼叫男性 什麼叫女性的這樣子 先把男性女性的刻板形象套上去 然後再來開始講說 你那個太負權或太什麼 然後這樣子會混淆了 混淆了 你到底在談的是 這一個 原本我們在講負權的時候 它已經變成一個頂域 但這個時候你卻要去講性別 甚至要去講那個實際上的生理的性別符號 好 那這就是在考驗的過程當中 就是蠻重要 也蠻有趣的一個觀察 然後非常非常的混亂 所以我覺得 文商老師他在意的 或者他看到的是 那一個更大的意義 雖然他也會去看那個小的細節 那其他的一些小的觀察 或者他到底是怎麼樣的看過建國出 他那個大意義的觀察 特別是他剛剛沒有細講的 那一個兩個那麼遙遠的一個類比和關係的 在我們現在的某一個這個世界上的某一個小島上 你還可以去對照或對應出來一個非常遙遠 不管是石片或地理上 以及種族上非常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那發生了什麼樣的意義 那這個其實 文商老師在書當中 他有一些 點出不少東西 然後也有很多值得我們去思考的一些洞見 所以如果你能夠細看這本書的話 你會看到一些東西 OK 那這是我覺得在這一場演講當中 就是這幾件事情是蠻重要的 值得我們去看的 所以其實講性別也不是真的 只是在講心理上的性別 然後那一個講宗教 或者講反抗等等 或從基督徒原本是站出來 然後後來又退回去的這個過程當中 宗教也不是 只是一個不跟政治無關 或去政治化的一個宗教的概念 OK 所以在這裡 就不斷不斷地在不同的意義上 或者是變成實際轉成比喻 轉成引喻等等這些過程當中 那我覺得這個必須要再細看 那會比較清楚 就是文商快的觀察 OK 那我就先講到這邊 其實裡面談的東西有很多人都說 認識的朋友 比如說剛剛講的周寶松 基本上周寶松就是我的 我的博士班的時候的同班同學 那他當然他從反送中 應該是說他從 那個再更早的預算運動的時候 他就開始參與了 而且後來他又是香港的教師會的代表 OK 那他組的那一個類似的論壇或沙龍 基本上就是責務模式來說 因為他是 就是 我是在2015到2019年去美國訪問的時候 然後他到台灣來 所以他來幫我教我的課 OK 然後他也來責務 也來責務講 所以這一套東西也就帶回去了 所以這個其實還是還蠻有趣的 兩邊都有一直不斷的 就是看到對方覺得說 有什麼可以做的話我們可以參考的 那我們在運動上 在公民社會的菜圍上 然後在櫃湯上等等 其實我們有很多 互相在 互相學習的地方 但這一次的吳大海真的是 跌破大家的眼鏡 就是第一次做到這個樣子 這是一個很特別很特別的 這甚至在一個全球性的一個對抗 或者是說公民運動的模式上 他本身也還算是蠻特別的 可能唯一比較能夠對照的 也許是戰友化的一些運動 可能會有一些比較像的地方 OK 但這一些很多很多的細節 然後我覺得這本書裡面還有很多 顧雅老師剛剛還沒有講的這一切的觀察 那我是覺得說 如果 反正我幫他拿 就是 我這裡面有很多真的看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們願意的話 可以進步去看裡面的細節 你會看到會更多更多的 因為在這個時候 文川老師他不只是 你看我們如果要套性別 那就會奇怪了 叫說 既有女性特質的細密觀察 可是又有一些非常 也許是比較接近男性的一些犀利的地方 其實這些都同時存在 但我向來也不認為說 這個男性女性有這麼好分辨的 而且我從來沒有盼望過一個女性出來 或女性的政治人物 她一定會樂於溝通或什麼什麼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樣子了 因為 我所經驗到的 就是 柴契爾夫人她從來不是一個 柴契爾夫人絕對 她就是鐵娘子 就是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說 鐵娘子或者是 女性成為政治人物的時候 她會變成有一個更可以散發出 她的女性特質的一個場合 或者是可以改變男人政治人物的話 其實在某些角度來看 也可能是她在過去 必須要比男性更像男性的過程當中 她才能夠脫穎而出 才能夠獲得權利 有時候是這個樣子的 那當然 這個就非常非常的複雜 所以 我一直覺得這一個生理上 跟就是性別的象徵的意義上 這個 然後到性別象徵 到轉成它是一個癒癒的時候 那我們還是要非常小心 就是我們在分析的時候 這幾個其實都不太一樣 那混為一團的時候 我們就很容易會造成 可能我們剛剛提到的 那個香港社會學家 這一類的觀察上的一些謬誤 好 那我們還有剩下一點點的時間 其實我們可以再稍微延長一下 那就是 至少我們有15分鐘至20分鐘的時間 然後看看大家有什麼議題 就是我進一步的想問文剛老師的 那我們就開門 好嗎? 問葉浩老師也可以用嗎? 不用了 請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 那個像這個黑警這個臨詞是 大概是什麼時候出來的 然後還有這個97 以前跟97之後的那個 警察的那種選警察的那種制度 是不是有什麼改變 所以才導致現在 就是人民跟警察會有那麼大的衝突嗎? 或者是政府與 就是下指令給警察這方面有什麼變化 才導致現在這個現象 OK 你的問題當中已經長了很多答案的方向 OK 好 還有沒有 就是 就是有的話就是我們可以說幾個兩三個問題 然後再問文剛老師一下 我想請問文剛老師就是你觀察台灣的教會 除了當然長老教會是非常明顯的 比如說我們這個保護香港 第一台青年大本營就在這附近 那台灣有沒有其他教會對於這件事情是有一些表態 那你的看法是什麼樣? 因為我覺得好像可能 我自己不太清楚 但是可能有一些教會 也許暴力問題對他們來都是一個卡關的地方 那另外就是文生老師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有兩個關鍵點都是跟基督教有關 那這個是老師的觀察 還是說其實在香港它已經算是一個共識了 OK 好問題 還有嗎? 沒有人問我別選 這兩個問題請文生老師 文生老師會贈 好 那個 香港的警察在九七之後 當然就是有人談到 香港警察不是一夕之間破壞的 在九七之後其實 香港警察本來在英國的時期 本來就是一個準軍事裝備的警察 那那個 只是在那個英國的後來 特別是那個80年代之後 其實已經很少在有施放摧磊嚴 或者是對特別是連政公署出來以後 其實警察的 警察相對就是他的這個行使公權力的這個方式 就是受到制約的 那所以原則上其實就是 有很長一段時間 大家對於香港警察的印象就是 他是亞洲第一現代化的警隊 他的紀律年齡也比較不像亞洲其他地區的警察 可能會有那個貪汙腐化的情形 可是九七之後 據香港一個就是獨立網媒 就是存在的那個 其實在這次運動裡面 他其實是那個 是辦理非常就是 重要的一種言論發生者的一個角色的 柳細良的分析 他覺得香港警察其實很早的時候 就已經被派到這個新疆去受訓了 好 那然後 而且就是他覺得香港的警隊已經腐化 然後這個腐化是從上面下來的腐化 就是有 但是也有人認為就是說 其實也有有下而上的 譬如說郭文貴 郭媒體就認為就是說 因為香港就是九七之後一定可以有一百五十個人 那個拿單城鎮到香港來嘛 那所以其實有很多中國大陸的武警其實是進來的 好 那進來了以後 那他在那邊做武警 他到香港來以後就去做警察 好 那然後 但是從高層的這一種腐化是非常明顯的 那香港人我覺得其實 你剛剛問說黑警這個詞從哪裡來的 我覺得這基本上他們的語言比我們生動活潑多了 我大概是香港就是中文大學那個神學院裡面 最奇特的女老師吧 就是我還會去向女生借那個香港彰化 香港彰化的那個大權的書來研究 因為我才會知道我什麼一門五虎將啊 就是這麼簡單的方式 就把香港所有最重要的彰化都難貨在裡頭了 而且他們有非常鮮活的 那種這種就是六書的那種藝術天分 所以像這次他們不是有一個神獸叫做斯鳥嗎 就是那個獅子的獅在這邊 然後旁邊再配上一個鳥 其實他是用這種這個方式去講幾句話 就是斯鳥 就是他們知道去告警察是沒有用的 所以他們只要看到警察有落單 他們有機會的話他們也可以就是 或者是跟警察混在一起的這樣子的一種黑道 那他就其實他也可以就是 我不能報官 但我總是可以透過揍尼頓 把你拖在上子裡面揍尼頓 就是解決這樣子的紛爭 那所以那這個在香港裡面是失療 但是他就可以用這種造字的原則把它寫成一個字 或者是就是把它畫成一種神獸卡 畫成神獸卡 然後畫成一種非常奇特的動物 就是那個中國傳統的神獸 然後其實是用來罵掌畫 那所以他們就是這部分的文化非常的鮮火 其實完全都不需要 完全都不需要你就是什麼去質疑 他很早就有黑警了 很早就有黑警了 就是而且他們罵警他是警狗 也是很早很早就有的 而且包括香港中文大學的段同志校長 在他還沒有就是還沒有願意 開誠不公的跟學生談 吳奧學還沒有把他的口罩除下來之前 他們其實是罵他段狗欸 然後從他很願意跟學生談之後 他就變成段罷了 那我其實我曾經有跟學生講說 我說你們這個罵人的這個 就是這種方式其實讓我吃驚 就是從台灣人的角度來講讓我吃驚 就是我們覺得一個校長 再怎麼不回應學生的需求 大概也不會直接就罵他是狗 學生就直接罵他是狗 這種事情在台灣大概是不會有的 但我就說那你會發現他們的 他們也很樂於很快的糾正 我就當他表現出來真的是一個大家長的樣子 在二號潮之役的時候 他甚至願意從他的辦公室走出來 然後去跟警察協商 然後生吃催淚膽的時候 那學生都其實就稱他是段罷 然後就他的那個知識分子的形象 就是那種大家長的形象 其實就在學校裡面其實就受很多的人肯定 對 那香港的警察的模畫就是基本上是兩個路線 游戲梁是講到上面的這個路線 基本上就是透過某一種扶植那些親中國政權的人 就像他扶植 梁振英扶植林振月娥一樣 那他在那個上位的人有權力的時候 他要腐壞 他要滲透 他的速度是非常壞的 但另外一方面有一些是那種從下而上的 譬如說是從中國過來 然後做武警 那所以這一次其實也有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小插曲 就是台灣的婦女團到底怎麼理解香港發生的這個性暴力 性暴力的問題其實也有一些角度上面的差異 譬如說大概在七八月的時候 就是傳出有學生在新屋裡 或者是在其他的警署裡面被強暴或者被輪奸 有女的也有男的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我其實是試圖用聯合國的相關的國際公約 就是禁止酷刑虐待的相關的國際公約 然後就是還有日內瓦條約的那些方式去談 就是衝突中的性暴力 就是conflict related sexual violence 就是衝突中的性暴力 就是特別這個衝突可能是unconflict 那他們可能是發生在國家對國家 但他也可能是發生在這個國家裡面 如果你的國家是多種族國家的時候 那你其實經常會發現就是某一族的對另外一族的會實施這樣 類似像種族清洗的性暴力的問題 那可是到了11月的時候 其實因為那個世界婦女必不大會在台灣召開嘛 那所以那個時候在那個場合裡面 他們是把它定調成是公民抗爭當中的這種性暴力的問題 但我覺得不管是公民抗爭當中的性暴力 或者是就是那種衝突當中的性暴力的問題 這一類的這種性暴力的現象它都不是偶發的 它是一種集體的 它是使用性暴力作為一種恫嚇跟修理你的這個尊嚴 人性尊嚴的一種方式 使得被性暴力侵害過的人沒有勇氣再走上街頭 或者再走上這種社會運動的路線裡頭 那只是你發現它的這個擴散的情況也超過你的想像 就是過去我們通常都認為是男的對女的 對吧 我們認為這個大概是有八成到九成性暴力都是男的對女的 但是現在當然有很多男的 譬如說博恩就是說男人也會被性暴力 他說他就一天到晚在家裡被他太太性暴力 好 那我們現在就說 好 那另外一次多的很可能就是女的對男的 好吧 而且我也承認現在有更多的有關於女性性犯罪的相關的研究發現 女性的確是就是她是可以做這件事情的 而且由於她的性別角色在社會上面 越來越去於平等之後 女人會從事的工作 從那種照顧 官法的這種服務類轉而進入到其他的場地的時候 她的確是會呈現出某一種的攻擊性 雖然整體來講就是嚴重的暴力犯罪 所以的確是男性多過於女性 但是女人也是可以做這一類的事情 好 那所以其實的確有很多人在研究性別角色跟暴力犯罪之間的一種關聯 那所以我覺得就是這個性暴力的議題是值得去進一步去關切的 那我想特別要剛剛回應一下那一號老師講的就是 我為什麼把聖經裡面的那一段故事拿出來講 那一段在立位記裡面的故事拿出來講 第一個就是我是基督徒文 我以前做女性主義的婦女神學 那然後所以我那時候讀過Greely's Triangle 就是那個非常有名的這個Protestant的這種Feminist Biologist裡面的其中一位 他就是用一種女性主義的角度去重新詮釋 舊約聖經裡面的一些經文 然後他說這些經文其實就是是非常可怕的故事 我們通常都認為聖經是聖經裡面記載的就是上帝的話 教訓都則使而歸正教導人學一都是有益的 然後我們認為聖經裡面講的都是愛的故事 但是事實上他說從一個女性的角度來講 聖經裡面她看到的其實充滿了非常可怖的故事 作為一個女人她在聖經裡面看到的是一個可怖的故事 然後她需要她需要對這樣的一個聖典去進行一種摔跤 然後她才可以從這樣的一個聖典裡面 蘊含的父權的暴力裡面的觀點裡面解脫出來 那我有一些講了但不好說透的話 那既然有的為了我就這樣講 這兩個故事其實很相似 你們記得嗎 台灣在總統選舉之前也有一次記者招待會 就是一個記者 就是公開的一個記者會在法庭外面 其實也是一個媽媽為了她的女兒在追求證 那我跟你講 我們都覺得死刑這個議題其實是小case 但其實我跟你說死刑這個議題絕對不是小case 就是我們對於正義的想像 跟你如果從2010年對台灣死刑議題的一個觀察 你真的就會發現人內心的對於報復的那種渴望跟衝動 其實很可能會使得單一的刑事案件變成一個社會性的衝突 甚至到最後會引發政治的災難 那我只是我不方便講受害的家屬 所以我就把聖經的故事拿出來講 但事實上我是希望大家就是支持香港反送中的時候 也不要認為只是你在支持香港走上街頭的年輕人 你知道這些走上街頭的年輕人當時其實都沒有想過 這個送中條例會從這麼小的一個case 然後就是衍生出來這麼多 那我就順便再想一下 送中條例就是修那個討伐條例的時候 他們其實只是要把那個防火箱拿掉 就是讓這個在澳門在內地在台灣犯罪的香港人 可以被送回他犯罪的地點去受審 可是可沒有說他們不可以被看出死刑 所以我就說陳同家的女朋友 她的媽媽潘巧琳的媽媽 她們要求要修改這個條例的時候 妳想想看陳同家到台灣來會被判什麼 第一 她們有精神障礙 她們不是智能障礙 她們有精神障礙 第二 她是病毒犯罪 第三 她冷血氣失 第四 她潛逃 我跟你講十有八九她在台灣 她是會被判死刑的 所以潘巧琳的媽媽不知道嗎 我不太相信她們不知道 所以我只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就是我們需要就是要有更多的思考 事實上就是很多的社會議題 它其實很容易被政治操縱 然後形成兩極化 到最後就變成是一場無法收拾的災難 我不知道我都回答妳的問題 還是有什麼地方我擺漏掉 對 我是想知道說在台灣的教會界 對 面對反送中 好 其實我想這樣說 就是台灣的就是台灣的教會界 長老教會當然是先從晉南長老教會開始 那就開始關係 那事實上這個關係也不是到六月 或兩次百萬人出來遊行之後 事實上我們晉南長老教會 我也是仿效哲武有一個所謂的神學禮拜天 然後其實從2017年的時候 我們就有邀請那個熙明貞 就是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水學院的院長來 那他那個時候其實也就是有持續的在關切 就是我說的2018年他其實是非常活躍的 是在聲援陳日君蓄記主教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已經開始非常密切的關心 香港的教會裡面的寢視 他們的言論自由 他們會不會像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早期一樣 受到譬如聖經被沒收 牧師講完道以後就可以逮走了 然後下面就做了一大票的料給呀 聽講道的時候這個消息就已經洩漏出去了 那所以在2019年也是在這個壽難周之前 其實三號教會其實就有發起一個那個 民主苦路的遊行的運動 是響應那個3月的 2019年3月的時候 陳日君書記主教還有其他的一些人發起了一個 香港的民主苦路的這樣的一個遊行 因為這個時間剛好我說過他是基督教的大災節嘛 然後接下來就是壽難周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其實大概就已經開始在日系的關注 那那個黃春山牧師他其實是 後來其實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知道有香港年輕人出來的時候 然後就是把遺書寫好 就是放在他背後背的背包裡頭 那他就覺得說站在就是肢體相互的角度來講 他應該要至少台灣的教會應該要對他們做人道的援助 然後他開始募集募資 那所以其實從這個情形其實是一開始是從一個地方教會開始做起的 然後之後就開始掌法教會的總會也開始有動員 那當然之後我們就跟NGO形成了一些支持的網絡 譬如說有人協助他們去爭取法律的相關的這種申請的政治庇護啦 或者是居留延期的這樣的事情啦 那也有的時候就開始聯絡就是譬如說馬街醫院 就是讓協助他們來就診 因為他們在那邊的話其實是連看醫生都不敢 因為警察會在急診室的門口的 那所以他們很多的人其實到地下的那種醫生那個地方去抑診 那有些東西進醫院其實是沒辦法做的 所以他們其實後來就是飛來台灣做這方面的這種東西 那然後還有就是香港的一些團體其實有發起一些那個經濟的援助 因為覺得這些人可能他來的時候什麼東西都沒有帶 然後他必須在這邊從衣服到盥洗用具到到他要張羅柱的地方 然後生活、食這些東西 所以他們有提供一些這個經濟的援助 是就是教會有協助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基本上我覺得那個你剛剛點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就是國語教會其實幾乎都沒有什麼發生 那國語教會的這個情形其實就跟韓國語 每次聽問題的時候都假裝他沒有聽到 或者說他自己不知道反正中發生了什麼事情的情況 是非常類似的 國語教會在這一段時間裡頭非常關注的是同性戀 同性婚姻法治化的問題 是這個問題 那然後那個所以其實在總統台灣的總統大選之前 他們其實對於近在遲遲的香港發生的這些事情 他其實很少關心 你這麼在意性道德這件事情 你為什麼不關心一下性暴力的問題咧 你這麼在意性道德的問題 你為什麼不關心一下人家的命都沒有的問題咧 黑警的問題咧 所以我忍不住要講 我覺得這是包括性道德的問題 就是一個是跟死有關 一個是跟性有關 我覺得這兩個問題其實最容易挑動社會的敏感神經 然後最容易就是使得一個人 你就是不去看更大的一個picture 然後就是那個抓錯整個事情的重點 很遺憾啊 我覺得很遺憾台灣的國語教會是這樣子 那當然從這裡你就可以進一步去看 就是說其實教會裡面的轉型真意其實是遠遠沒有實現的 就是某種所謂的黨國基督徒他的想法還是在 那這個情形其實就跟前一陣子採訪過 是曠野雜誌的那個社長蘇南舟的情形是一樣的 當年他第一個辦那個228那個和平禮拜的時候 就是他說 他在他的文章裡面說 他自己為什麼會想要關心這個議題 是因為他發現就是如果我們辦六四活動 國語教會都會哭喔 然後都會覺得說 哇 這個坎克車壓過學生是多麼殘暴的事情 但是當整個政治環境改變之後 坎克車壓過學生是很殘暴的事情 警察強暴了完人以後把人的屍體從樓上丟下來 或者是丟到牌裡面其實也是同樣殘暴的事情的時候 他可以選擇性能又談戒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件事情很值得台灣的教妹介入 心想要去做短行正義的人再去反省啊 就是你的標準 你的聖靈的感動 你所受到的聖經的啟示 怎麼可以如此的不遺 OK 好 時間的關係 我們剛剛就準備進行到這裡 但是還是滿高興的到最後 還是有讓葡萄老師講出一些心理話 而且不該講 其實講得出來就還滿好的 但是呢 就是我們結束之後 還會 出現還會有一點時間 所以如果還有問題 葡萄老師我想都還可以過來 但是我們今天我們的活動就進行到這裡為止 謝謝大家的參與 希望以後還可以再責務看到你們 好 謝謝